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這一集呢 先來看一下之前留下來的題目 任何一種凸四邊形 上一集留下的這一題 是不是隨便畫一個四邊形 這所謂的凸就是說有別於那個凹 像這個形狀也有四個邊嘛 一邊、兩邊、三邊、四邊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這個名詞 所以說這樣子就不叫凸四邊形 那所以你隨意畫的我們常看到這種四邊形 這一些都是凸四邊形 那 這都是凸四邊形 那所以說是不是我隨便畫一個四邊形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的這一個 是不是我隨便畫一個四邊形 然後在他的四個邊都取終點之後 把凸邊的終點連起來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中間這個框框 是不是我隨便畫 然後凸邊終點連起來 它就一定會是平行四邊形呢 中間這個是不是就是平行四邊形呢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有點像 可是它真的是嗎 如果一定會是的話 為什麼會一定會是 如果不是不一定會是的話又為什麼 那舉或者說舉一個例子來說 為什麼不是 那這一題的答案呢 是 是的一定會是 那為什麼呢 那其實這個證明並不困難 只是說要讓大家試著去想想 我們可以做這個對角線 連接對角線 先幫他取名之後 先幫他取名之後 A B C D E F G H 連接對角線 A C B D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在三角形A B C中 H和E是他的終點 終點連線一定平行底邊 而且是底邊的一半 在三角形 B C中 E F也是他的終點 兩邊終點 終點連線一定平行底邊 而且是底邊的一半 因為 E H平行 B租 平行 G F 且 E H 等於 二分之一B租 等於 其實我們只要 這樣看起來 我們好像只要連一條B租就好了 A C是多連的 等於這個 G F 所以 最後答案寫下面 所以 所以 E F G H 是平行四邊形 這樣就正好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就是這一題 所以這個A C有點多連的啦 不過就是說如果你不是我們 我們最後證明它是平行四邊形 我們用的是一雙對邊平行且等長 那如果你不用一雙對邊平行且等長 你也可以用這一雙對邊平行 這一雙對邊也平行 兩雙對邊平行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是平行四邊形 或者你用兩雙對邊等長 這樣也可以這樣也是平行四邊形 好 那所以說這個問題 如果老師在這個 課堂上問學生 你也可以讓學生先去想說 如果它是平行四邊形 怎樣才會是平行四邊形 順便複習一下那個 平行四邊形的性質 就是說這個我們剛剛講 一雙對邊平行且相等 兩雙對邊平行 兩雙對邊相等 或者是看你可不可以正對角相等 這好像有點難 可以試試看 我不知道沒試過 搞不好可以 對角相等 或者是其他的性質 對角線 互相評分呢 如果我在這邊正對角線互相評分呢 不知道 大家有興趣可以真正看 可不可以證明出 EFGH對角線互相評分 來證明它是平行四邊形 來看底下 這個是我們這一集最重要要教的了 可不可以利用尺規做圖版 把這個AB這個線段三等分 那要如何辦到 要如何辦到 我這麼說 我這麼說 大家可以在這裡記住幾個 重點 我們要等分 就要取得等比例嘛 1比1比1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在 既然在這張題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 它跟什麼 相似型有關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大家比較容易做出來的相似型 那個SSS的這種比例的做法有點難做 而且我們今天就是要三等分它嘛 所以我們就是要取得比例 所以當然不會是用它來做 用它來做或來證明相似型 它是結果 所以我們要先有相似型 那這樣子的話通常使用的是AA相似 可以嗎 那通常AA相似的來源就是平行線 對那 所以我直接齁 我先讓你們 我先讓大家看看 實際上它是怎麼做的 然後把最後這一步留起來問大家 我如果過A點 畫一條線 我們把做法 用紅色寫好 1 過A 做 L 並取 AX等於 XY等於 YZ 也就是說我這裡有一條直線L 那這條直線L上面我隨意的取 三段一樣長的 AX AX等於 AX等於 XY等於 YZ 這樣子 要留下那個尺規做圖記號 可以嗎 然後 標上去 連結 BZ 那我在這裡就產生一個三角形 ABZ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剛才的推論 我希望這邊有等分 平行線結 這個等比例線段 或者我剛說這個相似型AA 用AA相似做相似型也可以 這個平行線是錯字 我剛才講相似型這樣的道理也是可以 你也可以略過這個思考的步驟 直接去思考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也可以啊一樣的意思 那所以總而言之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可以把 這邊 做一條平行線 這邊 這邊 做一條平行線 好 將交代這裡的兩點P和Q幾為所求 對不對 第三步 做 XP 平行 YQ 平行BZ 切 Q PQ在 在AB上 這樣 就做 做出這樣的圖形 把它退一下 好 那 於是這個 PQ兩點幾為所求 就是 他們就把AB分三等份了 這樣子 OK 那最後這個步驟來問大家 我要怎麼做平行 我這條為什麼可以平行它 這條為什麼可以平行 這條為什麼可以平行 那 在這裡呢 這個 我也建議老師問一下 問一下學生 看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要怎麼做平行線 那 道理很簡單啦 我在這裡沒有寫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這是一個我們已經學過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留下 合理的詞規 做足記號的話 老師應該是認為你會做的 那這是一個怎麼做法呢 就是 最後這一步很重要 還是用橘的 用同位腳相等 也就是複製腳 所以說我在這邊 我們先把它塗掉 我們先把它塗掉 那要組合取得這兩條線段呢 我在這邊先用任意服藏畫一下 畫一下 畫一下 然後再量這一段 量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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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起來 可以嗎 這樣就是最後完成了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堂課 最重要要教的啦 這個很 這個 一方面又是 常考 另外一方面又是使用 當然使用 等分 等分線段 可以嗎 那大家學過這個 附帶一題啦 大家學過這個等分線段 那你們可以想想看 我任意線段可以背三等分 用這個方式三等分 那我如果給你一個腳 我隨便給你一個腳 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用指規做圖把它三等分 是一個任意的腳 不是特殊的 比如說直腳或什麼的 就是任意的腳 可不可以三等分 這個 這一集的最後 我們再來跟各位解答 來 看一下之前的作業啦 在ABC裡面 這條平行這條 這條平行這條 這個5 這個問號 那求問號是多少 那這一題呢 也是讓大家練習這個 相似型的捕捉 我們在前面說明過一些技巧 在這裡再一次的來使用 什麼技巧 第一個 如果你 圖案很花 看不出來你就要把它拆掉 你應該要把它拆成 ABC EF 和 我 我圖 我只有橘色這個在這上面畫 還不然這個 線疊來疊去的就會滑掉了 和橘色的這一個 是 ABF 5 ED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FC是5 然後 AF不是5 AF是5 加 問號 然後 DF是問號 然後 這個 AD是5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就是這種題目其實就是你看過幾次 稍微有一個 印象 怎麼樣呢 就是這邊的比例會一起比過來這邊 你會發現這裡是A1 B1 這裡是A1 B1 對不對 所以說像這樣的問題呢 就是你會發現這個 5加問號 比5 等於 我們寫下來 這裡比較長 5加問號 比5 等於 A1 比B1 那A1 比B1呢 又等於 5比問號 好 可以嗎 好 所以 5加問號 比5 就會等於5比問號 那所以說 這個 我們 好 假如寫X的話 好像比較好寫 不過已經寫了 內向相成 等於外向相成 你會得到 25 會等於 問號 平方加5 問號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個 問號 平方加5 問號 減25 算在這裡 我們算X X大好寫 X平方加5 X 減25 等於0 那這個 X是多少呢 背方法 算了不用 公式解 2A分之 負B正負 根號 B平方 減4AC 對不對 OK OK 那這個 根號125 是5的三次 所以它是5 根號5 那所以是2分之負5 正負5 根號5 那負不合啦 線段不可以是負的 所以X是 好 問號等於2分之5 根號5 減5 這答案 接著來看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 在相識形這個單元常見的問題啦 那 我們並不是說這個 常見的問題就是 一定要 交完所有的提醒 不是基於這個目的啦 而是 我們總是要拿一些 題目來去說明 我們學過的知識是如何使用的 那一個問題它常見就是因為它 具有這個經典的解說效果嗎 不是特別奇怪的問題嗎 然後又可以用到很多知識啊 不錯啊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是會常常看到這些常見的問題 因為它 蠻值得教的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正方形編長7 這裡有一個正方形編長2 然後把這個兩個正方形貼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點拉到這個點拉起來 他問1G 可以嗎 他問1G 那請問這樣子1G是多少呢 其實這個並不困難拉 好 如果 尤其出現在這一張啦 就是他擺明到你知道是 跟相似型有關嗎 那在我們這一張的一定程度的訓練之後 你就會比較容易捕捉到有相似型這件事情 尤其這裡又平行 所以沒有錯 這個 和這個是相似型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小的編長是2 大的編長是7 所以這個相似型的編長是不是7比2 好 那然後呢 好 然後呢 然後就利用到我們有已經知道長度的這一條是7 他又 他除了說是7之外 那既然這是2 這裡是又被分掉了 所以這裡這個1B是多長呢 B1呢 好 他整個是 這個 5 嗎 B1是5 那 我們因為已經知道這裡有相似型了 因為三角形 G E F 這個可以不要寫 相似於三角形 G BA 所以 B G 比 G E 等於 EF 等於 7比2 那你如果 這個寫麻煩 你可以直接從這裡開始寫好 BG 比G E等於7比2 也就是說這個是7 這個是2 那 色 B G 等於7A G G 等於2A 那麼 9A 所以A是9分之5 所以他問G1是2A嗎 是9分之10 就是這一題 OK 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他說 ABCD是正方形 正方形 正方形的終點 拉出來 又是一個正方形 裡面P又是他的終點 這樣子 然後他問這個 FPG 的面積 他說外面這個大正方形變長45 也就是面積是25 那其實這個還蠻簡單的 這個還蠻簡單的 這個FPG呢 他是中間這個正方形的一半 好 原因呢 來為什麼 好 那 當然那個 學生很容易 尤其老 如果老師已經講是一半了 學生就會很容易可以看出來 他真的就是一半 但是就是 還是希望學生可以 比較 講出比較準確的原因 這是為了避免他們 就是 其實不知道 但是自己以為是 就是 就當做是 你還是最好還是能夠講出來 因為這同時也是訓練 你去搜索自己學過的知識 我們以前有學過一點 就是平行四邊形 包括矩形 如果你在其中一邊 任意的取一點 任意的喔 不用終點喔 拉到 對面兩頂點 這樣這個 是不是都是 整個平行四邊形的一半 好 那更何況他是終點 他就更是一半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 三角形PGF呢 會是二分之一的 EFGH 然後EFGH的面積 又會是整個的一半 好 那這個應該不難想像 你把它 你把它做垂直的 他剛好是四塊正方形的 一半 就是 就是ABCD 對不對 EFGH 你如果把它連起來 因為這些都是終點嘛 題目講的這些都是終點嘛 你剛好會切成四塊嘛 讓他各佔 四塊他各佔一半 所以就會等於 四分之一的ABCD 就會等於四分之二十五 這很簡單吧 好 再來看也是上一次的作業 這個有兩個很接近的題目 上面這個題目跟你說 舉行這個是四這個是五 好 那他說這裡垂直下來的話 問你 EF問你這條是多少 好 那在這裡呢 要注意一點 不要太 興奮 就是 三四五 不是啦 當然沒有三 這個五不是在斜邊上 他是在一股上 那麼呢 於是呢 好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這一邊比這一邊 會是多少呢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那個 直角三角形 因為他是矩形嘛 所以這裡是直角嘛 直角三角形斜邊上曲高 那 不知道你有沒有寫這個作業啦 如果沒有的話 你現在一個暫停推論一下 因為我要 直接跳著講他的結論 再回來說明 那結論就是這邊比這邊會是 16比25 不是4比5喔 不是4比5 那為什麼會是16比25呢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有說嘛 這邊比這邊 這個 假如我在這裡稍微 不要破壞他 我們在這裡畫一下 好 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我在斜邊上曲高嘛 對不對 假如這是A 這是B 這是C 那我們那個時候 直角三角形斜邊上曲高的時候 說明了 這一塊會跟這一塊是相似 會跟整塊是相似 如果不記得去翻上一集吧 對吧 那去找上一集來看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A比B 這個短股比長股 會是短股比長股 A比B會是B比C 可以嗎 那這個比例呢 又會是短股比長股 所以他這邊是4比5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這邊喔 這邊比這邊是4比5 然後 這邊比這邊又是4比5 懂嗎 所以我們做一下連比好了 A比 B比 C 4比5 4比5 就會變成16比20比25 可以嗎 所以這邊喔 比這邊 會剛好是他的平方比他的平方 不過不要記結論 雖然我剛才是直接講結論沒有錯啦 就是讓你知道說 結論大概會長這樣 可是我不希望你記這個結論 我希望你懂得怎麼推論 但是你心裡大約知道 好像結論不是4比5 好像結論是什麼吧 然後 現場趕快推 這樣子 這個比這個 會是這個比這個 所以這邊會是 這個 16比25 可以嗎 這個是20 那所以16比25的話呢 最後問的是這一條 怎麼求 因為這一條會平行 EF平行CD 題目講的 所以 EF 比CD 會等於 這一段比整段 所以是25比41 那CD是5 所以EF 會是 41分之25 乘以5 也就是 41分之125 好 如果你不知道 該怎麼推論 你想要掰出答案是很難的啦 因為這題目漂亮 舉行ABCD中 這個對角線 平分過來 一樣 他跟你說這個5 這個4 那其實呢 這一題就是 內分比性質 好 所以這比比這裡 倒是真的就是5比4 啦 所以EF 會是 EF 比CD 會是5比9 所以EF是 9分之5 CD 那CD是5啦 所以就是 9分之25 這樣可以嗎 9分之15 4 5 5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